我老公已经去世三个月了 我怎么让他到你柜台当面验证 这不是为男人吗 这个你自己想办法 反正银行规定这张卡必须本人亲自前来验证 才能解冻 叶先生 银行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你说这可乍办呢 大姐 你先别着急 我帮你想办法 喂 苏盈盈 有一家银行想找事 叶先生 叶先生 赵哥 这大白天的你也能来找我 叶先生 在这单还没完成之前 我都能出现在你身边的 银行卡不是被冻结了吗 不用麻烦你的人脉了 既然银行想让我过去 那我就上来一趟 下次这帮王八独子 银行那些人能看到你 如果我自己肯定是不行了 这不有叶先生你吗 就是我也能帮你 只要你抱着我的一项 到时我就可以从一项中出来 不过以我现在的修为 现身的话 时间最多能维持一分钟 好吧 我现在就联系嫂子 去你家拿一下 叶先生 我怎么感觉太离谱了 要不你 你现在就让我老公现身吧 现在不行 赵哥现身的时间有限制 等到柜台再说吧 你们怎么又来了 都说了必须持卡本人 亲自过来验证才可以 赵哥 可以开始了 喂 你们要是没什么业务要办 就一边去 别影响别人办理业务 你不是要见我本人吗 我来了 你这人有病吧 拿个死人的遗像来这里做什么 你不是说要开户本人前来 我刚从地府过来 抓紧时间办理啊 完事后我还要回去呢 到底是谁在说话 你 你们都是神经病吧 快走开 我知道了 是不是要刷脸认证 嘿嘿嘿 现在看清楚了吧 能认证了吗 大管 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女贵员她怎么了 突然鬼叫什么 好像还晕倒了 有病吧 这个女人 估计这个女贵员应该受到什么刺激了 怎么回事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经理 刚才小李在办理窗口业务时 突然嘴里大叫 然后就倒下了 她好像还吓尿了 小李 你刚才怎么了 说话呀小李 你刚才到底看到了什么 刘经理 你好小哦 是我见过最小的 哥哥哥 小毛虫 软啪啪 小鸡过来想啄她 一口吞下肚 吃了只想吐 这什么情况 这首儿哥信息量好大 人说酒后土真言 人疯了后事不事也会 这个女人疯了 快 把她关到后面的小房间里去 马上打电话叫精神病院派车过来 喂 刘经理 我们这张卡赶紧给我们解冻啊 刚才你们对小李做了什么 导致她精神失常 不是你们银行规定 必须要开户本人亲自前来验证吗 所以我们就带了赵成的一项来呀 好大胆子 居然拿着死者的一项来银行闹事 恐吓银行工作人员 来人 马上打电话报寻补 怎么办叶先生 别怕 我们又没犯法 鼠鼠来了我们也有理说 这小子带着一个死人一项来银行窗口 恐吓银行工作人员 使得我们银行的一名女贵员当场下的精神失常 叶先生 你为什么要拿着一个死人的一项来银行恐吓工作人员 我拿赵哥的一项来银行不是恐吓谁 而是银行非得要我们带死者来证明这张卡的合法性 鼠鼠同志 是这样的 我丈夫三个月前就去世了 他遗留下一张三百万存款的银行卡 我想过来转到我的名下 可贵员却要我丈夫本人前来确认 而且随后还把我丈夫这张银行卡冻结了 刘经理 你们银行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妥 人家丈夫都去世三个月了 你们让人家怎么过来 难不成把骨灰挖出来让你们确定一下 人家拿着死者的一项过来 也是无奈之举 可是 我们银行的一名女贵员确实是被他们带来的一项下风了 这件事情他们总得承担责任吧 是你们银行非得要求人家死者过来 人家才被逼无奈带死者的一项过来 现在看到一项就被下风 你们银行的工作人员也为免心理素质太差了吧 这是能把责任推到人家身上了 刚才我们调查了一下 这张银行卡的开户者赵成 她与这位秦岳女士确实为夫妻关系 赵成在三个月前被扎土车碾压至死 按照遗产机惩罚 秦岳女士拥有这张银行卡的合法使用权 当然 至于你们银行要怎么处理这张银行卡 那是你们银行内部的事情 我们寻补就不多做干涉了 刘经理 数数都证明了秦岳女士拥有这张银行卡的合法使用权 现在你们该解冻这张银行卡了吧 这件事情我们还要开个回商议一下 具体怎么处理 你们先回去等通知吧 想打太极是吧 刘经理 你是不是非要见到我本人才死心 谁让你们来我办公室的 刘经理 你看清楚 我是谁 赵老板 对不起 我们马上就帮你老婆办理业务 你大人大量 千万别生气 千万别再显灵了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说因为真没关系 我们还要不及待 我们正在终装